说有没有办法直接全自动 就不用再打开那个DOS 然后下那些指令 然后就直接可以帮我合并完 自动打开来 全自动的 为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何自动帮我 输出到那个文字模式 第二个就是自动打开 那其实我就想 在官方的说明档里面有OS 然后OS里面的话有一个叫点System 点System的方法 其实就有点像说 你这个点System后面加的字串 就有点像是你在那个DOS底下 就是输入的那些指令 就我们刚刚不是直接在那个这上面吗 不是打一个CMD 那CMD Enter之后的话 那在上面打的东西 在Python里面有支援 而且我查了一下 发现真的两边可以配合 就叫OS点System 刮斧里面的字串 它实际上就等同是 它帮你把那个这个模式打开 然后把指令输入 可是它在背后背后做 它不会跳出这个 但是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要做刚刚的事情 但是 我们刚刚在这边输入的话 有一个取巧就是说你打CMD 有没有 因为呢 它的路径 就会自动显示在这里 所以我们将来 我们刚刚就直接打DIR 有没有 然后直接就斜线B嘛 然后就直接输出到哪里 也不用跟它指定哪个 磁碟机跟目录 可是问题哦 如果你在CMD里面就不一样 CMD里面不像说 我就取巧 你变成你要告诉它完整的路径 才有办法做那个输出的动作 OK 所以我这边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边DIR删掉 这两个档删掉 都没有哦 那我也不做DIR 可是我可不可以RUN成功 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RUN完了 而且它直接把它打开 我们看一下底下有没有自动产生 自动产生这两个 所以如果要把它删掉了 这没有做假的 OK 直接执行 又OK了 这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第一步 Import什么 OS 所以上面你就要多学一个OS 那OS实际上这个套件 里面有蛮多方法 都可以帮助我们 在那个作业系统里面 这些档案存取都会用到它 其中它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叫做System 所以后面第二行 OS OS.System 那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你就把刚刚那一串 我们刚刚打什么 打那个 DIR DIR 然后斜线B 输出到DIR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是相对路径 所以你不需要给路径 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变成不是相对路径 所以你要给路径 比如说DIR后面这边有没有 你就要告诉他说哪一个目录啊 你要给我目录啊 所以我那个目录啊 就真要把底下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有没有 要给他 所以把这个底下目录 copy一下 贴到DIR后面 跟他讲你帮我就是把这个目录啊 全部都DIR一下 看看里面有多少个档 好 完之后的话你帮我输出到这个档案名称 所以在前面再贴一个 贴一个路径 记得后面还要再加一个根目录符号 这样子 好比较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你应该可以看NO的意思吧 好啊 这个好处就是你就不用再开那个DOS 然后再输入指定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必须指定那个它的路径 就差别在这里而已 OK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他会自动帮你DIR OK 所以如果说我这边先注解一下mark 这两行其实就够用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假如原来这边没有DIR 这两个把它删掉 那我run一下DIR就自动会出现了 正在使用中 因为这个档好像被开起来 所以这个把它删一下 这个也把它删一下 这个先把它删除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执行这两行 我执行一下看一下 OK 还有一个地方 路径因为这边有那个反斜线 所以把它转换一下 前面加一个R就可以了 OK 这样OK 好 執行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跟目录呢 就帮我产生一个DIR 效果就跟你刚刚怎么样 开启DOS输入指令ENTER 到底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要全自动 这一招可以学起来 另外这一招不是说只能够输出这些 以后你在DOS底下所有的指令都可以拿来用 CMDM ENTER 这边的话你可以打一个HELP 里面的话呢 其实DOS里面有这么多可以用的方法 这些其实都可以拿来用 包含什么 反正就是这些 OK 太多了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DOS的 你就可以拿来用 不过如果你有学过DOS的话 你的年纪应该不小了 对不对 因为DOS应该多久了 OK 1993年以后大概慢慢就没有用了 对所以近距离现在应该有25年以上 OK 另外如果你会写P4档 你也可以用Python去呼叫P4档 OK 也是OK的 P4档就直接给他P4档名称 他会直接帮你全部run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最后我们跑完 所以底下这些都一样 就DIR输出了 然后去开它 开它 把它一个一个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最后如果说我本来是只有合并完成这样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直接帮我把O打开 因为我合并完了嘛 那我还要在手动去开太麻烦了 我没有办法直接开 可以很简单 一样可以仰赖什么 OS.system 他可以做什么呢 你就告诉他说呢 那怎么做很简单 就是直接怎么样 OS.system 其实也可以下命令 有点像什么 你这边呼叫Nordepay Nordepay 就是记事本 Nordepay 然后 Nordepay 然后呢 跟他讲说我的路径在哪里 在这里 就是Nordepay 然后呢 后面跟他讲说 你帮我开这个档 Nordepay 记事本 你帮我开这个档 然后前面加个小R OK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你要哪个程式开哪个档 你就这样子去呼叫他就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看 合并完 自动打开看要不OK 马上打开 OK 所以以后的话你要外部呼叫 外部开启都可以这样用 甚至你要外部开启一个Excel 外部开启什么东西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让 所以这个延伸性还蛮大的 Always the system OK 好请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切一下 不过这个动作 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后来就有同意说 老师这个方法感觉好像还是不够 不够完整 这感觉说不出来 就感觉好像有点取巧的方法 好像就是还是要透过那个老东 就是那种几十年前的技术 要做一点事情 感觉好像还是不够好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后来想说 其实可以 我们如果不用DOS一下DIR 其实呢 Python里面有没有提供类似DIR的 这种方法给我们呢 其实是有 那哪边有 一样在OS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 通常都透过OS OS里面有个方法叫点Walk 点Walk就跟DOS底下DIR 那个效果差不多 它会把你目录里面的所有 党名副党名回传给你 给你一个串列 所以其实你刚才 所以如果你刚刚那个方法不OK 还有等一下会讲到的方法 就OS点Wal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OS点System 这一招很好用 以后你外部 而且甚至以前你写过的程式 你也都可以拿来用OS点System去呼叫 就是Python要呼叫别人 对不对 可以啊 所以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我一个工具我不要从头做到尾 我可以用接力的 这个做完换下一个 这个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就是多工具的合并应用嘛 所以我意思是 我讲说哪一个比较强 你用哪一个 你不要说一套要从头用到底 可能有的时候不见得 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有些软体 有些工具在某些地方就是 不是那么施展的开 比如像Python 它要存取微软的相关的东西 就不如你干脆用微软的东西 去开它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互相嘛 两边可以互相 比如说你要存取 那个Excel里面的资源 你干脆呼叫VBA算 叫VBA去帮你做 做完之后再return一个结果 你再继续做 可以啊 可以这样做 有点像互相接力的那种 那种做法 OK 那我们待会再看那个 OS点Work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 刚刚这两行 特别注意就是 比较容易错的是 就是那个路径 就是这边要加一个路径 就是DIR哪一个目录 然后帮我用简单模式 斜线B是简单模式 输出到哪一个档案 所以哪一个持跌机的哪一个目录 底下的哪一个档案 所以这边的话一定会有 很要有详细的这些 包含就是他的持跌机 他的目录 然后他的档名 副档名 这些一定都要缺一不可 OK 这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如果你这OK的话 以后照着同样的方式 可以用很多地方的应用 你帮我 得了吗 接着